作为一种特殊人质,古代质子们的待遇如何,为何会对昼王如此崇敬? 我是历史的搬运工,每天带住历史的灰尘,把他们搬到你面前。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。 乌尔善指导的《风神第一步》中,西伯侯积昌质子激发,从小被作为质子送到昭戈,不仅是西伯侯,四大伯侯与八百诸侯都要送出一个儿子给商王做人质。 但是,质子是商王朝用以协制诸侯的一种手段,一旦他们的父王谋反,质子就会首先被杀掉,激发从小被作为人质送到昭戈,为何还会对昼王如此崇敬? 什么是质子?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质子的处境和待遇也不尽相同,虽没有电影里那样夸张,但也没有网友想象得那么凄惨。 总的来说,质子们多数时候只是装饰和平的吉祥物。 不过,历史中还真有被宗主国精神控制到满眼崇拜,忠心为宗主的质子,因而引起国王清歌的迫害以及暗杀。 封神质子团是指各诸侯国里的王子被请到昭戈圣伙,这是商朝的一种政治手段,用于防止诸侯国的叛乱和保持朝廷的稳定。 在这个过程中,姬昌结交了许多其他诸侯国的王子,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,形成了封神质子团。 姜子牙告诉姬昌,他的命运是拯救世界,而风神质子团则是他成长和锻炼的机会。 雷阵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战士,他可以用他的翅膀在空中飞行,并用他的雷霆打击敌人。 他还遇到了许多神仙和妖怪,他们给了他更多的启示和帮助。 在这个过程中,风神质子团的成员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他们的成长和锻炼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团队,他们一起为人类的未来而战。 通过这一情节,我们可以看到风神质子团的意义和价值。 这一制度虽然有些残酷,但对于诸侯国的王子们来说,这是一个锻炼和成长的机会。 他们可以在昭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,并结交到更多的朋友。 同时,对于商朝的皇帝来说,风神质子团也是维护朝廷稳定和防止诸侯国叛乱的重要手段。 历史上的质子们,何为质子,说文杰字,记载,质,一物相坠,又云,坠,一物质前也,从熬背,熬者,犹放被当复取之也,从这一解释可知,质,最早是旨在交换过程中的抵押行为,有时也泛之抵押品。 质子,即充当抵押的人,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人质,非现代绑架暗中的人质,通过人身抵押的方式,获取对方的信任,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。 我国最早的质子,即风神第一部中的重要角色,西伯侯姬昌,博弈考父子。 据宋人礼访,太平预览中引用太宫金贵的内容,以及西汉中山淮王留修木出土的太宫六涛残检可知,鸡昌父子是十载最早的人质,前者被昼王囚禁在有,有,里,今河南省汤阴县一带。 后者被昼王留在身边充当御者,后来博弈考被烹杀,其帝武王激发伐昼,建立西州,又出现周公但把自己置于鬼神的栗子,之后在西州再不见质子现象。 随着平王东迁,王室衰弱,诸侯势力膨胀,史上第一例护制现象出现,周平王为了安抚对他分正给国公的行为,表示不满的轻视郑庄公,把太子护制于郑国,郑庄公为了避免其他诸侯国的谴责,也把世子护制于周,从而开启先秦诸侯国间护制,纳制的先河。 两国结盟要互制,如晋国和郑国结盟。 晋大夫赵川制于郑,郑世子一制于晋,战败国求和要纳制,如秦晋战争晋国战败求和,把太子与制于秦,面对他国来攻,不想迎战也要纳制。 如晋国出兵齐国,齐国求罢兵议和,把太子光置于晋,若国向大国求援,当然还得纳制。 如楚国围困蔡国,蔡国以公子干置于吴国,祈求援助,向复仇找帮手,同样得纳制。 如蔡国向晋国借兵伐楚,就把太子援置于晋国。 战国时期,诸国遣制的行为愈发频繁,比如秦昭湘王盈记,曾置于燕国,秦庄湘王益人,曾置于赵国。 秦始皇嬴政,就出生在赵国的智子府,为太子增置于秦国,楚考猎王完也置于秦国,赵国长安君置于齐国,英国太子丹心置于赵国,后置于秦国。 在赵国为智的嬴义人,心博清世,来源电视剧《大秦妇》《解脱》,智子现象的出现,表明与蒙于天也不能以间其约,单靠誓言和信义无法维持双方盟约, 在道德约束机制崩塌时,只能靠智子来约束当事人,智其爱子,以泪其心,但随着礼崩越坏,即便互智也成为空话,起约束信义作用的智子经常沦为空智。 即便两国交制也不影响开战,纵横家们甚至把纳智作为麻痹对手的手段。 当然,尽管智子逐渐变成各国权衡利弊的筹码,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,甚至延伸到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,并影响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。 比如,燕国为了对付东湖,把众臣秦开置于湖,匈奴头曼缠于把太子莫读置于越智。 西汉时期,中原王朝在周边国家逐渐树立强大的威胁,便将少数民族政权开始向汉遣治,夫四一称臣,纳子为智,其来久矣,自汉室建元之后。 穷兵独武,开拓提风,北诸匈奴,南诸敏玥,由是摆瞒射服,绝脚积丧,或内向而请力,或前子于宿位,武力之圣镇,古墨传然。 据《诗记》记载,最早向汉遣治的是南越国,南越王赵湖为了答谢汉武帝攻打敏玥解围之事,就遣太子应其入宿位,赵湖并重,赵英其归国四位,前子次攻入宿位。 随着与西域诸国沟通加强,楼兰,大渊,威须,玉璃,玉米,乌孙,刹车,康居等国,陆续向汉派遣治子寻求庇护,当匈奴分裂向汉朝称臣后,也加入遣治行列,甚至成为向西汉遣送治子最多的政权。 治子为何对昼王如此尊崇?激发明明是来昭歌做人治的,为什么他会对殷寿如此崇敬,颇有认贼做父之态势呢? 首先,从激发的个人体验来看,他虽被作为质子送来昭歌,但他的主观体验却不是人治。 他既没有被软禁,更没有被残酷对待。 相反,这些质子们在昭歌所受到的待遇应该非常好,因受之子殷骄与他们同等待遇,同吃同住,接受同样的训练,激发甚至还与殷骄成为了同生共死的好战友。 他来昭歌八年,在质子团接受军队式训练,习武练剑,接受商朝的文化教育,成长为一名勇猛的战士。 殷寿则是带领质子团的领袖,负责质子们的日常训练兼教育事宜。 他并非像大家刻板印象里的那般酒肉临池,荒淫无度,而是一个高大威猛,骁勇善战,身先士卒的好将领。 看费祥那一身剑子肉,便可知这个影片中的咒王,绝不是封神榜里一身肥肉的堕落君王。 早在遇到苏打几之前,殷寿并没有过多表现出他的残暴,在质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雄涛伪劣征战杀场的大英雄。 而且,殷寿对质子们很好,看他在公祭州城时对质子们破碍的话语,可见平日里他是有意扮演类似父亲的角色,教育这些质子的,他说,我才是你们的父亲。 尤其是对像激发这样优秀勇猛的战士,殷寿不吝表达对他的欣赏与偏爱。 激发呢,他是西伯侯鸡昌的次子,但他可能打心眼里,看不上祖辈们耕田种地的生活方式, 他骨子里上午,热血少年,胸怀壮志,常会找个对标效仿的偶像,既然不是热爱耕仲的父亲,那么他的眼光便投射在殷寿身上。 身在质子团的激发自然而然地崇拜他们的精神领袖,那个勇猛彪悍征战沙场大杀四方的大将军殷寿。 激发崇拜殷寿,一方面是因为殷寿那浑身上下洋溢着的眼都眼不住的雄性个人魅力。 另一方面,这关乎激发内心对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想象与探索。 无疑殷寿最为符合少年激发心中对于英雄的想象,对于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人的想象。 直到后来,殷寿被妖狐打击,唤醒了心中的兽性,愈发残暴酷裂,罔顾人伦道德,逼激发亲手杀自己的父亲。 这与激发的内在价值观相去甚远,生生地践踏摧毁着他的底线。 激发对于殷寿的那份崇拜之情,才被彻底击碎了。 殷寿的伟案形象在他心中轰然倒塌,偶像先在他的心中死去,然后才是激发在现实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偶像。 这对激发来说,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成长的过程。 激发必定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充满困惑,难以抉择的挣扎期, 正是他的亲生父亲西伯侯姬昌的一句话,对他产生了啼湖灌顶般的作用。 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? 你是谁才重要? 这关乎我是谁?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人生重大问题? 激发做出了他的选择,亲手杀死殷寿。 这个是父的过程,正是他找到自己,成为自己的过程。 师父之后,激发才从一位少年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,这是精神上的蜕变,一种精神上的断乳。 激发怒杀殷寿,摆脱滔铁追逐,成白鞠一路飞奔回西起。 越过漫长的回家之路,激发终于成为了他自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。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